红黄蓝冲锋枪的升级版 活动新武器 纵叶枪到底有多强 新活动武器 纵叶枪获取方式很简单 在端午节活动中 找到纵老爹互动 再花费10个纵叶兑换 最后在设计台打造 即可解锁 纵叶枪详细解读 纵叶枪蓝色品质 攻击3点 蓝耗1点 暴击0点 偏移5点 这属性来看 纵叶枪暴击率过低 会导致元素效果难以触发 理论上实用性不如红黄蓝冲锋枪 自带的20暴击 纵叶枪 比红黄蓝冲锋枪 多了感电效果 它能发射4种颜色不同的纵叶 攻击方式 是每次连发3种粽子叶 如果 恰好都为附带同种元素效果的 粽子叶 则会触发额外效果 3种火元素纵叶 会触发爆炸效果 3种电元素纵叶 会触发必定附加感电效果 3种冰元素纵叶 会在地面生成冰圈 当攜带的宠物是纵小子时 纵小子也会随机发射 纵叶枪的彩色纵叶 从实战效果来看 暴击的概率太低 很难造成冰冻效果 连续发射3个相同元素的 纵叶的概率也很低 个人评价 纵叶枪不如红黄蓝冲锋枪 最好找个提升暴击的天赋 和好运气因子 能极大的提高输出环境 如果这些都没有 可以试试 骑士3技能 在灵天赋与英子的情况下 挑战地牢 他们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如果你是六神装出门的话 点赞三连 就可以滑到下一个视频了 假如满分10分 观众老爷们 会给纵叶枪打几分 纵叶枪 六神装指的是 天赋 精准暴击 元素精通 冰盾 火盾 元素轮转 攻速加快 副武器 号角 旋律飞刀 独色笔 雕像带狂战士雕像 如果你也是灵天赋灵因子挑战 建议玩骑士3技能保密 如果你准备六神装挑战 可以玩死灵法师 狂战士 刺客 出门 挑戰成功 觀眾老爺們覺得 男女做夜槍是強還是弱呢